Post蜘蛛人整套的服裝 大家好 我是這個001號宇宙的新一代蜘蛛人 用手就可以吐出絲 我把我的蜘蛛絲殺進我的手指裡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小廢物開箱時間啦 那前陣子蜘蛛人無家日上映了 身為漫威迷的我 肯定是要進電影院去看這部電影的 那這部電影呢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沒有讓人家失望 這個電影裡面呢也集中了 有蜘蛛人三代同堂的一個畫面 然後有非常多蜘蛛人以前的經典橋段 讓我們真的是看了又懷念 然後又非常的振奮 於是呢我們今天的小廢物開箱 就是要來致敬蜘蛛人啦 我們今天 就是要來扣死蜘蛛人整套的服裝 還有它的發射器喔 那第一個呢就是這個是蜘蛛人的全套服裝 包括連頭套它都有喔 然後我們就選了蜘蛛人裡面其中的一個造型 第二個呢是我們今天主要開箱的東西 是我在淘寶搜尋這個小廢物的時候呢 無意間看到的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因為呢它是一個小朋友的玩具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我們小時候玩的玩具 不都是什麼卡牌遊戲 昂阿錶喔 之類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現在的小朋友玩具 都已經那麼厲害了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 先來穿上蜘蛛人的裝備吧 大家好 我是這個001號宇宙的新一代蜘蛛人 等一下 我今天什麼都看不到 誰說這個蜘蛛人有辦法 要在那邊撕在那邊掉來掉去的 我現在的傻都看不到 而且好悶喔 這蜘蛛人在打鬥的過程中 不會窒息嗎 我現在非常的懷疑 蜘蛛人要揭開真面目了 這就是我的真實身份 不過呢 身為一個蜘蛛人 感覺只有衣服的話 扣食不夠到位 蜘蛛人呢 最經典最標誌的東西呢 就是用手 就可以吐出絲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要來試鏡一下這個片段 我們特別去網路上買了一個 蜘蛛絲發射器 我們現在馬上來開箱看看吧 這個我還蠻好奇的 因為它其實六歲以上就能使用 但是呢 我看它後面的這個教學步驟 完全看不懂 究竟是我的智商不夠呢 還是它其實應該蠻複雜的 我們先拆開來看 感覺是裝它的蜘蛛絲罐的一個 塑膠的製物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 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我們等一下再看 它其實有附一個蜘蛛人的手套 然後上面是有黏魔鬼沾的 所以等一下呢 應該就是把這個東西黏在上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噴絲罐 應該就可以成功的 射出蜘蛛絲 好馬上來試一下 它第一個步驟呢 是叫我們先拿這個 裝上罐子 然後打開來之後 然後再放上一個蓋子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樣子 扣進去 好 應該就長這樣了 它的第二步驟呢 是戴上你的手套 它這蘑菇要怎麼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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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嗎 怎麼黏 好我不會黏 看一下 這次好像是六歲了 可以自己完成 看一下 如果蜘蛛人在上場的時候 要做這麼多的前置作業 我覺得它已經死了 我覺得它已經陣亡了 好 可以 好 怎麼那麼難 我現在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我們拿 拿出剛剛所謂的療癒小物 剛剛所謂的療癒小物 看看它會不會讓我的心情變好一點 看看它會不會讓我的心情變好一點 好像不會耶 齁 我好像知道怎麼用喔 齁 爸 我才會療癒小物 哈屁 你哈屁 好 我們現在呢 應該是已經組合完成了 它現在我們打到第二步 它就這樣子 然後它說接下來你只要下壓 手上的這一片 你就可以射出蜘蛛絲 事不宜遲 試試看 騙人 是不是騙人 我射 我射 你這個 討厭的仙人掌 我射 那我哪裡出了什麼問題嗎 這裡好像要再蓋上一個蓋子 我怎麼射到自己 現在應該可以了 你這個討厭的仙人掌 你這個討厭的仙人掌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被射蜂的仙人掌 以前小時候在那種生日聚會 或是派對上的時候 好像就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 撒 然後把它 弄得亂七八糟的 完蛋了 我們現在的這個攝影場地看起來有點有點慘 他大概就是說你按下去的那個時候呢 他會把這個開關也隨著一起按下去 所以他就可以射出 蜘蛛絲 傳說中的蜘蛛絲 只是他有點拉差 射了兩下之後呢蓋子就掉了 這個如果在高空上 如果現在正在城市上面那個上吊 吊到一半我可能就甩下來了 我可能已經是摔死了 你這個白沫仙長再寫我說話啊 他該不會就這樣就沒了吧 他要射了一下之後就沒了吧 我把我的蜘蛛絲撒進我的手子裡了 我覺得手好冰 他進去了耶 會不會為什麼 這咒絲現在就在我的手套裡面 噢 我的手腫起來了 你這個該死的仙人掌 蜘蛛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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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掉 閉嘴 今天這個蜘蛛絲發射器呢 我覺得算是蠻好玩的 他是真的可以射出這個白白的一次一次的東西啦 對 所以其實算是真的有像他說的能夠這樣子 不過呢我覺得 他的器具都沒有那麼的穩固 就是我覺得他只能你弄好 然後做一個定點的發射 你可能沒有辦法像是 行走中 行進間 或者是 動來動去 晃來晃去的這樣子 隨意的射 因為我覺得他的蓋子呢 算是 蠻容易就跑掉了 那如果跑掉的話呢 你就射不出蜘蛛絲了 欸千萬不要 妄想著 可以跟這個電影裡面的蜘蛛人一樣 在這個 大樓之間穿梭啊 你絕對先摔下來 而且他的蜘蛛絲呢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是一個固態狀的白色的線這樣子 他其實沒有彈性 然後也不會黏 那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想要玩一下的話呢 我覺得是很OK的 他算是蠻好清理的蜘蛛絲 好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的小廢物開箱啦 以至今蜘蛛人來說 應該算是 達子宮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囉 我們下集見 掰掰